借了你 好吧 多多几瓶 赵总 我决定也扮演你的小老婆 你一定会满意的 大人 我们走吧 宇特太 生日快乐 你来啦 漂亮吗 好漂亮的蛋糕啊 进去吧 宇总 小潘呢 再陪我一下 好 老太太 这笔是个客人 多谢你了 多谢 多谢 多谢你了 这也快乐 你看 有这样的骂骂 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刚才我都忍不住要大喊出来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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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站在她身边 我就像个小楚 她也知道这些人 对她既不关心 也不了解 但她还是享受被人簇拥的感觉 她们由于小伴是亲亲朋友 她们年轻的时候 就不喜欢她 她很清楚这点 对啊 其实就像我妈 那天我们四个人去听音乐会 你还记得吗 你忘了 你我 还有赵小亮 梁一 我们四个人 去听音乐会 我妈突然出现了 只有她一个人觉得自己 突然出现很正常 她不知道我多难受 我知道 她为什么出现 因为她是怕我 我跟我的老板一起看音乐会 怎么样怎么样 想起来了 对吗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呢 总喜欢让我出丑 当大家都哈哈大笑的时候呢 她就成了欢乐的中心了 小伟呢 小伟啊 她经常啊 会很搞笑的 小伟经常走着走着呢 左脚就会绊到右脚上 就会把自己绊倒 小伟吃饭的时候呢 有一半的饭菜啊 都会吃着吃着吃到她的脸上啊 小伟不知道为什么 总喜欢踩王小姐的脚后跟呢 小伟昨天晚上 聚会啊 被人放了飞机啊 小伟第一次去美国 第一天就被黑人 把所有的行李全都偷走了 小伟第一次看医生 是因为吃了太多的汉堡王 结果拉了肚子 小伟的第一次呢 是跟一个四十七岁的 玻璃维亚女人哪 真的假的 这你要出问我妈妈了 你也可以开动脑筋想象一下 关于我的前半生 有一个小伟系列 等我离开香港以后 她就又开发了一个 天哪 如果小伟在这儿 就一定会得信心里 天哪 如果小伟在 她一定会从这座桥上掉下来 天哪 如果小伟在 她一定会饿得 她把自己的脚趾头都吃掉 天哪 如果小伟在 她一定会被吓晕过去 她一定会吐在你的脸上啊 小伟第一次钓鱼呢 就把导师的假发 甩到密西西比河里去了 这条 可是真的 是真的 你知不知道 小伟怎么丢的工作 她上班第一天 就把公司的电梯搞坏了 把自己和老板关在了里面 整整一天呢 前一天晚上 她吃了两大盘洋葱圈 知道吗 小伟去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园 被大象的粪便给埋住了 对不起 就等你一步吧 余总在跟我说 快乐啦 秘密啊 阿姨 生日快乐哦 余总 你看一下 这个合适吗 我妈妈是不会挑的 只要有礼物收她就很开心 你自己送给她吧 我已经想好了 这个才是最实际的 长序 这个 多谢你啊 没什么 不客气 对不起 没事 那我走了 再见 老郭同志 老郭同志 我下了饺子 你要不要尝点啊 尖着呢 大半夜的上哪儿去了 老郭同志 老郭同志 老郭今天那样是情不自尽 他们在国外待久了的人 大概就是这样亲来亲去的 她跟我道歉了 别生气了 看着我 我有那么小气吗 吃不吃饺子 你不怕你老婆胖死我就吃 走 高叔叔 来吃点呗 不在 要醋吗 要 要我说 索性就给老玉摊牌 跟她说你那天发错了短信 和老娘白花了三万块 叫她给我报销 要我说呢 这事你就认了 我们还欠着债呢 你应该感谢老玉 给你一次送礼的机会 你送的 是啊 我妈妈是珠宝鉴赏家 她随便一看 就说值两万五以上 我昨晚给她的支票 也只有三万 一份礼物而已吗 我又检查了我的手机 我前晚半夜 发了个信息给你 真的对不起 其实我是想发给皮特的 你就以为 我想让你帮我妈妈买东西 昨天你还问我需不需要看一下 结果我还不认账 你只好把它当做自己的礼物 送给我妈妈了 所以今天 我从妈妈那儿 把支票拿回来了 这样 钻石呢 归我了 支票归你 少了就算了 多了 还给我 这样不合适 余总 其实是我的问题 我是应该先跟您合适 然后再去办的 当然是有不合适的地方 但我妈妈礼物收太多了 不能就这样便宜她了 谢谢余总 我们是同类人吗 改天听你 聊聊你妈妈 好 生日快乐 出去 你怎么这么没劲啊 就这么说一下 高兴一下 给你 这是什么 送你的礼物 你肯定会喜欢的 先开看看吧 这是我为你断的骨头 我会伤心的 那就麻烦你出门左转再左转 洗手间里拿凉水冲个头冷静一下 你来公司是来上班的 梁秘书 赵总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把它从地上捡起来收好 说第二个吧 二 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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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啊 好听吗 这是我昨天晚上想你的时候 我 现在我把它设置成你的专属铃声 如果我愿意的话 我也可以把它设置成公众铃声 这样全公司都知道 我们每天晚上都在想 自己选吧 我正式把密码和钥匙都交给你 在你保管期间 要负起责任 所有的样本和资料都在这里了 根据数据资料 可以调整已经完成的公司 从下个生产基础开始生产 营销系合 你们市场部有半年时间 国际厅有个法国会 全学有你负责 赵总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麻烦签一下 谢谢余总没有问题 谢谢 我已经把样本和数据资料 密码钥匙都交给赵小亮了 如果他愿意 现在就可以把东西交给丁乔了 你这位大哥啊 对这事都很关心 所以我有点关注 他们要知道下一步 赵小亮是一个 报复心和自尊心都非常强烈的人 只有激发起他的报复心 他一定会做出强烈的反应 我已经试过两次了 我感觉他 当场就快要爆发出来了 等一下见你啊 我带了茶也给你 好 等一下见 拜拜 叶总 你的前妻 他要干吗啊 是啊 他要干吗呢 他写你的投诉信 寄到人力部 人力部再转到我这里 他在信里面说你骚扰他 用各种方式 他是个疯子 您别相信他 他性格就这么极端 他连联系方式都写在里面了 他说不怕我去找他合适情况 你到底有没有骚扰他 我躲他都来不及呢 我怎么可能骚扰他呢 这明显是他在骚扰我吧现在 对对对 他巴不得您去找他 他特别能撒谎 说起我的坏话 他能三天三夜不歇嘴啊 他恨我 因为马儿喜欢我 讨厌他和他的男朋友 但这没办法 拦不住啊 那马儿就这么喜欢我 所以他恨我到变态的地步啊 只要我在单位困不好 就没办法把马儿接过来 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 不 叶总 说实话 我在前两条公司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说实话 你前期那些无赖的方法 在我们ABA这么大的公司里面 是没用的 要是他继续写信 我们公司由法务部门去介入 那当然 前提是 你没有撒谎 叶总 有一点得说明白 说吧 这几天可能真的会发生什么 但并不代表我在骚扰他 我只是想我儿子不再受折磨 他现在每一天都受折磨 你想干什么 我明天就回老家 把儿子接过来 我这么说 您不太明白是吧 是这样啊 他们一般都是下午五点半 去学校接孩子 我跟马儿约好了 下午五点就去接他 我们一碰头 我马上带他回广州 到时候他妈妈可能会情绪 到时候您别介意 你这样做是违法的 不违法 孩子的监护权本来就是我的 只不过他不放手 而且那时候 我的处境也不太好 他现在连爷爷奶奶 都不让马儿见了 我跟你讲老陈 你一定要好好地 去处理这件事情 是 要是不小心 会影响你升职的 我明白 你一个人能带孩子吗 我要当上了大区经理 这收入会上一大块 到时候我就请一个 全职保姆来照顾我们 马儿到学校 我都联系好了 赞助费我也交了 等到周末的时候 我就带他去 各种各样的博物馆 音乐厅啊 守护员 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看你老陈 现在阶段 状态是最好的 我希望你会努力 嗯 加油 我说人呢 没来 今天一天都没来 没来 今天一天都没来 喂 叔 大侄子 你大爷的求成功 你还占我便宜 不是 这不怪我呀 你非叫我叔 我在广州呢 刚从机场出来 你干吗来了 吃海鲜呢 这回来就两件事啊 吃海鲜想你了 大侄子 行吧 晚上吃饭 必须的 叫你媳妇潘云啊 嗯 那也是必须的 拜拜 昨天晚上你干吗去了 加班 加班 加班是吧 嗯 那我现在就去问李总 我去打跃跃机了 拜托你别当你老婆面这样 你也言我不敢啊 干吗呢你 饿吗 才上午 我就在你下面 这话好暧昧 你来吗 也许吧 你长什么样啊 大楼下面 裙子最短的那个 你也要你 给托你 我来 我来 你 前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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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